桌地一城河 WC的功夫 就有大臣问袁崇幻 五年内复聊 袁都市你挺能啊 其实我就怕皇上 着急上火 安慰安慰他而已 哇佩服佩服袁都市 你就不怕欺君之罪吗 皇上可不是一个 好忽悠的人啊 如果他日期验收怎么办 嗯 我得把这事难度搞大一点 免得收不了场 转头袁崇幻就跟猪有俭 提了一大折要求 要钱要人 不许阎关乱逼避他等等 万万没想到 猪有俭全答应了 猪有俭还给了个惊喜 诶 我再赠送一把上方宝剑给你 辽东就全靠你了 我那个去 这事整个越来越严重 这事是挺严重的 简直就是给猪有俭挖了个坑 为了从政大名 猪有俭省吃俭用 省下来的钱几乎全给了军下 唉 为了梦想 另一边 有钱有人的袁崇幻 拿着上方宝剑 带着猪有俭收复辽东的梦想 出发了 袁崇幻也是个行动派 不到一连他就出手了 但不是打后勤 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别走啊 几个意思啊 到底打不打啊 袁崇幻去找了对后勤 威胁最大的皮岛总兵 毛文龙 嗨 毛大人 然后他用上方宝剑 把毛文龙给砍了 什么情况 我也是有上方宝剑的人 这就尴尬了 袁崇幻拿着上方宝剑 未经皇帝的皮嘴 砍了拿上方宝剑的毛大人 袁崇幻是啪啪打猪简的脸 哎呀 打你老本人脸很爽 走着瞧 黄太极得知 对他威胁最大的毛文龙被砍了 以后去大明度假 再也不怕有人在我后背搞事情 啊哈哈哈哈 于是 黄太极出发了 不久之后 明朝收到情报 说黄太极率兵数十万 要来大明度假了 周剑得知消息之后 脸都下变形了 就在此时 袁崇幻的咒者也到了 皇上放心 苗东防守如铁筒一样 黄太极他根本就进不来 周剑看后相当高兴 啊哈哈哈哈 但现实情况是 黄太极都已经到河北了 哎呀我去 袁崇幻你的铁筒是花傻吗 千疮百孔 我去 你是不是又狗挖坑了 皇上请放心 我这又把黄太极赶走 于是 袁崇幻带着九千冠岭铁骑 截击黄太极的后晶军 结果 双方携手来到了金师城下 你们可不是来度假的呀 打呀 就在双方激战震撼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袁崇幻没把黄太极打死 却误伤了当时明朝另一猛将 满贵 干嘛呢 哎就这么准吗 剑剑命中 是想把我往死里整吗 嗯 确定都是误伤 不跟你说了 再说就没命 在之后与后晶的作战中 满贵因剑伤奔利而往 估计是救不了了 这次黄太极围攻金师半个多月 打也打不下来 于是就在金师附近转悠 抢钱抢粮抢人 抢完就走了 而朱有俭呢 袁崇幻 来 来 朱有俭召见了袁崇幻 还给他提了三个问题 为什么杀毛文龙 呃 后晶军是怎么进来的 呃 为什么要打伤满贵 皇上 这个我我我 我什么我 进大牢自己白醒去吧 于是袁崇幻被朱有俭下了狱 八个月之后 袁崇幻被判凌迟猪猝死 袁崇幻凭一己之力 搞过了当时明朝的三大猛人 也包括他自己 同时又坑产了朱有俭 我这里有这么多坑 谁来填呢 哎皇上你看我行不行啊